我去除了嗎? 附近有人亂停機車 婦人疑似因為飼養流浪貓 造成環境髒亂 和居民有過爭執 過去三年 頻頻用繩子垃圾 把公寓大門綁死 住戶不堪其擾 今年五月婦人拿繩子 把大門和機車綁在一塊 住戶出不來 就怕發生意外 無法逃生 警方將她一公共危險罪送辦 案件還在審理中 兩個月後她再度犯案 但這回只把垃圾掛在單邊門把 沒擋住住戶進出 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才罰2000元 平靜的日子沒維持多久 8號清晨她再度上門 這回不只用垃圾袋捆綁 還拿拐杖卡住兩邊把手 再度吃上行責 因為她不是同一個公寓大廈的住戶 所以也沒有辦法 使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裡面的20條款 我還是會建議民眾可以去收證 然後持續去提告 51歲的曲姓夫人有5個兄弟姐妹 但只有她一個人 自己住在父母過世後留下的房子 由於亂綁垃圾的行為 不構成立即傷人的危險 因此不符合強制送醫 中午只希望她的家屬加強勸導 不希望婦人真的等到意外發生的那天 才會得到教訓 TVTV新聞全人簡約綺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 YouTube 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